现在很多人质疑小鲜肉演员的演技 其实只是个别现象 一只苍蝇带坏了一锅汤 其实很多年轻演员都是很努力的 为了演好人物角色废寝忘食 而且靠着自身影响力传递正能量 前几天就爆出赵丽颖为了拍好电视剧 受伤严重 而且带伤参加活动 而且留下的伤痕也不知道能不能消去 让无数粉丝为其伤心不已 再看看赵丽颖在拍戏过程中的表现 就知道这些伤痕是怎么来得 这个看起来柔弱的女演起戏来竟然如此认真 再来看一组照片 都是明星拍演唱会后的情景 都是一片狼藉 Bitman演唱会后的场景 李宗盛演唱会后的情景 周杰伦演唱会后的情景 很多明星演出完 都忘了一件重要的事情 就是让现场的粉丝整理垃圾 一场演唱会下来 往往会产生上蹲级别的垃圾 主办方赚了钱拍拍屁股走人 可谁会想到 第二天环卫工人的工作量 但是有一位明星却长期做得非常好 他就是陆寒 正如周迅说的一样 真的是一个垃圾都没有 陆寒用自己的影响力号召粉丝去清理垃圾 效果也是相当的好 现场几乎看不到一点垃圾 一个小举动 就会影响千千万万人 实在值得点赞 在高考期间 陆寒粉丝更是自发组织 给家长送水送湿纸巾 炎炎夏日 这些粉丝不图名不图利 完全是公益 提到陆寒 就不得不提令一位小鲜肉王俊泰 偶像周杰伦忘了做的事情 王俊泰却做得很到位 高考结束后 大家纷纷离去 王俊泰却独自一人留下来打扫教室 虽然王俊泰是拥有千万粉丝的当红艺人 但是在学校里各种劳动都是永征第一 很多同学表示 王俊泰这些行为绝对是 学校同学甚至这一代年轻人的骄傲 像赵丽颖 陆寒 王俊泰 这些小鲜肉演员 正面阳光 积极向上 满满的正能量 真得值得我们去点个赞